長請 李委員好 市長長 市長好 這個我相信你今天大概受了很多很多立法委員的轟炸 特別是本席揭露了一份這個陳情函 那麼這個陳情函的來源 他是說他是衛生部門的基層工作人員 他是衛生部門的基層工作人員 他實在沒有辦法再看得下去了 所以他才做出对本席这样子的一个检举 然后呢 他特别说 他欢迎查证所提供资料之真实性 所以本席立刻就透过了卫生署的 我们的国会联络人员呢 来查证相关的数据资料 结果赫然发现这些数据居然都是正确的 所以因为是正确 所以对本席对于他的纠举呢 就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惊 因此对他的口述的这些描述的状况 刚刚罗书委员也提到过的 我就感觉到他可能有他的正确性了 但是这个涉及到人的问题 所以必须在委员会的地方来进行质询 那么这两位组长今天出席了吗 您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啊 绝对没有 因为我并没有直接跟卫生局做任何的联系 而且2月10号绝对没有 不是2月10号 是今年的2月10日至2月25日期间 绝对没有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反弹 基本上因为我负责的业务是食品卫生管理法规标准制定 我没有直接跟卫生局任何一通电话 我没有打任何一个电话 您是蔡淑珍组长 是 那么施养治组长呢 他是负责研究检验 他是负责检验方法开发的 所以他也不会是直接打这个电话 也没有 是 我可以确定 OK 那么我想好奇的是 现在我们来检查他的一个报告书 这个报告书大家都已经反映出来了 也就是在去年 你做了59件 前年跟98年跟99年 你做出了10件 有关牛肉瘦肉精的问题 在98 99年的时候 99年的时候 瘦肉精的查验数字呢 是0 98 99是0件 到了民国100年 你查验59件的时候 牛肉的瘦肉精 出现了10件的 含有瘦肉精的状况 当你面对了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有做任何检验的过程序的调整吗 有没有增加他的频率 增加他的密度 有没有 是 跟委员报告 就是因为我刚才有提到 在99年底 因为这个 我们之前都是 所有的产品 都是random choose 所以大家只是去抽验 没有一些 其设定 但是在100年的时候 就是因为之前 我们有看到 报章杂志 有些检调 所以有些瘦肉精的一些 滥用 国内 所以我们就在加强了这部分 那同时在100年初 我们也在查到美国的牛肉 有含这些瘦肉精 所以今年在我们这次59件 100年59件的 就特别的加强了 美国牛肉的一个鸡查 这个59件的样本 比重 在你整个样 整个的母体的比重有多少 你这边是59件 有10件 高达17%的比例 是含有瘦肉精的 我们有 我们总抽验数是215件 我讲的是牛肉 牛肉就是 59件中间是 你发觉了17%有问题 而前面两年都是零件 减出 是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边境 所有的 你认为59件 占全部的检验体的 全部的母体 在这个比重是多少 你的抽样比例 这是100年的吗 你的抽样比例有提升吗 所以101年我们有提升啊 你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检查你每一个月 你查验了多少件 当你发现有一件有问题的时候 你是不是开始第二个月 就增加你的频率 有没有 这个是市售的部分 对市售的部分一样啊 你有没有增加你的调查频率呢 检查的频率呢 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抽验 查验的一个计划里面 我现在有的资料是一年 对一整年 我问你每一个月 你的工作进度 会不会因为你发生了 结果发生 我们每一个月都有 刚才提到了 我们就所有的抽样计划 从农药 动物用药 抗生素 然后到这个 我请厂康局长 我们这是一个整个计划里面 这是一个sequential 这是一个依序的 当你发生一个样本开始有问题的时候 你会不会加重那个比例 我的问题在这里 我们在101年的时候 就会有加重 我不是问101年 我要检查的是 你在100年的1月份到12月份 你到底它的查核的频率 以及查核的密度 有没有因为你的问题的发生了增加 而增加你的强度 我们在上次这样查出来之后呢 事实上我们就把它就是在 因为是进口的牛肉 所以我们在边境的时候就有加强了 那有没有查出来呢 边境的部分就是我们一直 边境的比重有没有查出来 边境的比重查出来以后 回到你的这个市场去查验的时候 它的比重有没有该增加 边境的比重就一直往上走 我说边境的比重增加的时候 它查核的效果到底有多少是含瘦肉精的 然后你要回到市场 再去验证你的查核的绩效 有没有改善 你有做彼此的勾计吗 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市场上发生的瘦肉精 你就要回到边境去查 回到边境去查的时候 把瘦肉精 有瘦肉精的排除以后 你还要回到你的市场去重新检验 这样子的比重是不是降低 是不是回到了9899年的 9899年的零减出 如果不是零减出 你必须要再回到你的边境 再加强密度 有做这样子的一个集合吗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所以刚才提到 我们在市场面查到的时候 就回归到边境去 请你把资料 每一个月的查核比重 出现的状况交付给本席 可不可以 你如果没有做的话 就表示你整个机制需要改善 我不是在否定你 我今天是一个刚刚我一开始就跟署长非常清楚 我是一个忠诚的在野党 意思就是说我们提出建设性的改善 改善措施 你开始要做两边的勾肌吗 我再请问你 好这个证据就请你做这个资料 可以不可以 因为我再请问你 今天检查的不只是美国的瘦肉精 猪也有瘦肉精 鹅也有瘦肉精 猪的瘦肉精不只是今天的培林 还有瘦肉精 还有瘦肉精 什么 瘦肉精 瘦肉精 什么 瘦肉精 什么 对啊 那你做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呢 好这个 一般来讲我们在市面上找到这个所谓的国产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回归到地方卫生局 然后再也把这个讯息给农委会来去追查这个源头 查到了没 这个 只是丢过去 这要社后不理 不是不是 因为这个我们就是 这个这个因为 我再请问一下 这个怎么说 我请问 提醒你 提醒你 整个的控制系统必须是close loop 它不能是一个open end 不能一个开放式的 你只说我交代了 你不能交代 交代完毕 还要追踪考核 这就是我们 不是 宋主席以前当省政府 为什么那么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追踪考核特别强 所以我请我们的 特别是我对于我们的使馆局 非常期待非常高 你将来是台湾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 我们必须要有最优良的食品 最好的药物 的这种管理 才可以保障人民的安全 才可以保障我们不要受国外的侵害 所以我拜托你 一定要把这个做好来 好不好 这个我对你的期许是非常高的 请问你 在做这些三广无垮的时候 你有没有对 所谓的这些 黄牛症的变异性蛋白做调查 OK 基本上这个黄牛症的变异调查 不会出现在我们现在准许 对啊 不准许是一回事啊 是 你有没有在边境管理的时候 或者是在市场去做这样子的查核动作 基本上因为它不会出现在这个肉里面 而且它这个量 如果说 看你怎么样防止 你怎么样来保障人民 吃到的牛肉 不含有狂牛的问题 这个就是说 所有的世界卫生组织 不是 OIE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都已经在所有的研究都显示 这个肉 在30月龄以下的肉 而且去除掉所谓的SRM 的这些的物质里面 不会出现在这个肉里面 你可以保证 这个是我们依据 你可以保证我们的肉龄 都是在你的规范的年龄之内的 是的 这个所以为什么有三管五卡的 那个就是要三张 你可以确定三管五卡是合理的 现在今天政府又提出来一个叫做 强制标示 不是吗 是 那强制标示的时候 你怎么去标强制法 以前是 以前我们在市民卫生管理法 就有强制标示 请问你 所有的摊犯 所有的摊犯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再进一步的修法 希望进一步 请问中华民国现在菜市场买菜 我们去买菜 是在市场买菜 是在一般的所谓大众的零售市场 还是到那个 到那个什么加勒福啦 大润发这种所谓大卖场去 比重多少 在大润发大卖场买的菜 跟在一般的这种所谓公用市场也好 民间的摊犯 现在路边摊犯买菜 比重是多少 这个数字我并不知道 你不清楚吗 对 那你怎么能够宣示对人民宣示说强制标示是可以保证人民安全的 所以我们要加强这个这个部分 怎么加强 就是要把它修法 让我们能够要求这些 怎么要求 餐厅要强制标示 因为以前的就是我们是辅导标示 辅导标示他没有遵照的时候 我们没有法 我买了 假定我买了牛肉以后 做牛肉面以后 你有办法知道是什么样的牛肉吗 他要标示 他是他的材料 他在他的menu是或是在那个这个餐厅里面要贴个我用的是 局长我们讲的是食物不是在讲讲天上的云端 我们有觉得不是讲云端 这个时这个事实已经存在了 那是这个事实存在可以解决吗 所以强制标示本身的效率如何 不是 当初就是说我们对餐厅还有一些贩卖业者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强制的标示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希望 通过修法能够扩大 请问你修法你提的法律案了吗 我们事实上要提这个修法 我们都已经要审完了 你还在提 所以这个又是假象嘛 更何况我们今天 我今天如果桌上放两个牛肉 两个牛肉面 两碗牛肉面 一个是澳洲牛肉做的 一个是美国牛肉做的 你可以告诉我那是美国牛肉 那个是澳洲牛肉吗 他要标示 他怎么标示 你可以 你来查嘛 在他的那个 在他的menu里面 一定要标示 他是什么 你来查嘛 最后一点 最后一句话 本席 假定请你吃 莱克波多巴胺 你敢吃吗 吃直接吃吗 当然不吃 我就混在牛奶给你喝啊 那你要看量啊 看量就是按照10pbb啊 每天叫你喝一杯 他是毒药还是食品 他有毒性吗 他直接 我们说过了 他如果人不能吃 绝对是有毒性嘛 如果他是一个毒性 他所有的农药也都是有毒性啊 农药在杀虫啊 杀药杀虫 我们最后的残留 吃蔡里面也会有残留量啊 没有错啊 所以本席来追这些事情 都不应该有出现的啊 保障人民的安全 是这个基本底线 所以 莱克波多巴胺 只要有使用过 一定会有残留量啊 莱克多巴胺 我们会定义一个安全的残留量嘛 局长 莱克多巴胺 你不敢就是 混着牛奶喝 你为凭什么叫猪来吃 以上